現在呢我們再來要解決中文的問題啦 雖然說它現在是一個單機的軟體對不對 可是呢它一樣有中文的問題囉 那怎麼辦呢怎麼解決 你可以先試看看 我現在第一個對不對 如果你在這邊點兩下 你要打中文你會發現打不進去 為什麼 您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預設是不是英文的字型 另外呢順便看一下這裡 各位還記得我們如果在一般用PowerPoint的話 會不會有大標、次標、小標、內文 這裡這樣有沒有三種 這樣應該就看清楚了 大標、次標跟內文 那不管哪一種它預設都是英文的 預設英文的 所以你打中文沒有用 那怎麼辦 你來右手邊 這個文字你選到它之後 右手邊這裡 你把這個按鈕字型的清單把它打開 怎麼沒有列出來 我們有這麼多不一樣的 好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是綠色勾勾 但是有很多是不是都是那個問號的 綠色勾勾就表示這個字型 在這個軟體面是可以用的 那問號的是你沒有在這個軟體裡面用過這個字型 可是你電腦裡面有 這樣清楚 那我就找到中文了 你看我往下走往下走 好有沒有看到中文的 這裡有了對不對 所以呢它這個的 黑體的是不是可以 因為它裡面的 然後呢 新細明 微軟正黑是不是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中文 你點一下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只有第一次的時候才會出現 那麼當你用過之後 下次它就是綠色勾勾就可以直接用 不過呢 你在用這個字型 跟各位建議一下 不要用新細明跟標凱體 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 你在微軟的那個叫做文字藝術師 你使用的新細明跟標凱 它會出現什麼星星 筆畫有交叉的地方會變中空 對不對 這個 如果你常常拿來做硬海報的 就會很有感覺 這個是字體的問題 華康那個字體的問題 不是軟體的問題 所以你用微軟正黑體 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呢 我已經轉換好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囉 好 這裡拿掉 有沒有發現可以打 這樣子OK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是要大家使用中文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第二個 一般我們在那個 PowerPoint也好 在Word也好 我們的字是不是用 多大多大 你是要給它一個數字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字沒有那個字極 只有大跟小 為什麼 字本身 是不是就是向量的 第二個 因為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常常注意力路鬧 所以你多大 沒有意義 它只有 比較大一點 比較小一點這樣而已 所以你今天要大一點 好吧 大一點大一點 有沒有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告訴它 你的字極是多大 剩下這一種的 應該不用我教 因為大家都會 這樣你有了解 所以就中文的那個部分 你要 在這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您 點進去 這裡不是有這個嗎 所以你應該用過 文字方塊 對不對 跟那個道理一樣 今天如果你是這樣子 打過去 是不是自動掉下 這樣沒問題吧 OK 所以 您可以先選看看 您的那個字型 來 先試一下 我喜歡的 在那個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那是 那是 再次 那是 我喜歡的 好